3 嗨 大家好 我是劉一恒 嗨 我是中部地區物件署最多的介紹不動產的頻道 那如果可以的話幫我們訂閱一下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的物件 我們每天都會拍攝 那這裡是台中市潭子區達峰路跟亞潭路交叉路口這邊 那算是潭子生活技能還算不錯的一個地點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間透田社區型的 戶數很單純只有13戶不用繳管理費 那這一間地坪有29坪可以停兩台車子 在它的斜坡下去的那個車庫裡面可以停兩台車 那學長多少錢? 2380 2380 地坪29坪 那其實我們公司自己有建案 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的建案有些地方比較偏遠 可是也是要2000多萬 那現在它這個是在大峰路 就是大峰路路邊 旁邊正馬路邊進來這個社區型的透天 它2380也是在行情 然後我們的建坪有71坪總共五層樓 地下至到四樓總共五層樓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邊是一個中庭花園 那前面這邊可以讓你種一些花花草草 甚至弄一個開心農場 屋框還不錯 它這裡的屋框還不錯 屋齡25年而已 屋齡才25年 這個客廳 就是它 因為它這個是社區型的 因為地下室有車庫 然後他們的設計 像這邊它的廚房餐廳 就需要再採個五階上去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廚房 客廳上來就是廚房 它整棟都有做這個大理石 很漂亮的大理石 這個是屋主自己 以前花錢自己改 整棟都是做這個大理石 連這個台階都是 台階也有做大理石 可以看這個台階 大理石這麼厚 大理石這麼厚 它不是一般的磁磚 廚房 中規中矩 L型的 L型的琉璃毯 當然這都是舊的啦 但是還堪用 都還堪用 如果要繼續用也是可以 如果你想要換掉 就是要再自己花錢一趟 我們看一下後面 後面它這邊 有一個衛浴 那 看起來都很乾淨 它其實都重新 都清過了 化分子也是在後面 這邊的那個 那個 鮭浴裡面 然後這邊 工作間 它等於是一個陽台的工作間 可以放一些雜物 好 當然你要洗衣服 塞衣服 這邊也是可以 如果老人家不方便爬樓梯 或是不想爬樓頂頭去 洗衣服塞衣服 這邊一樓後面也是可以 那我們來介紹二樓 二樓它其實本來原本的設計是整層主臥室 整層主臥室 我們看前面 前面它是有一個木地板 木地板 製造比較溫馨的空間 我們看它的衛浴 衛浴它是做乾式分離 前面有陽台 它是做乾式分離很大間 非常大間 也是很乾淨 它已經清得非常乾淨 它的櫃子都還堪用 看起來都還七八層新 屋主還蠻固房子的 它這邊有一個小陽台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小陽台 這裡有天然瓦斯的熱水器 這邊有天然瓦斯 OK 然後它地上有一個 那個魚料 我們那個大理石地板的魚料 如果不小心弄破 還可以再補 因為這種大理石應該很少見了 它這邊有一塊 樓上其實還有一塊 我們來看一下一樓 二樓 二樓後面 這邊它是設計成書房 還有那個 放衣櫃的地方 當然你要做成單人房也是可以 擺個床就可以當單人房 它這個都是系統櫃 固定的 這個也帶不走 但是狀況還不錯 很新 非常新 它 它幾乎沒有 就是使用的横跡也還好 也沒有說很嚴重 就是還可以再繼續用 然後 本來是整層主貨室 它應該是主貨室的一個更衣間 然後住房 當然本來也是可以 然後到三樓 三樓就是前後的房間 三樓前後房間 前面也是 也是一樣它用木地板 用木地板做裝潢 整個也都是系統櫃 家具幾乎七八成心 家具 這種系統櫃七八成心 冷氣也都還在 七八成心 幾乎使用痕跡很少 25年維持這樣真的很不錯 這邊陽台 三樓的陽台更大 這也是它的餘料 地板 那個大理石的餘料 如果有破掉可以更換 天然氣 天然氣的熱水器 它有天然氣 所以這個陽台就比較大 這個陽台比較大 這也是一樣的櫃子 跟樓下一樣 我們看一下它的衛雨 它這個衛雨雖然沒有開窗 但是它有用這個玻璃關 你要進來 它有這個玻璃關 可以採光 可以採光 好然後 它也可以做幹事分離 這邊 這個部分 你要做幹事分離 也是可以 但是小小的 沒有很大 好 這邊 這邊 可以看得出來 以前的房屋主人 有三個小孩 三個住桌 都是用系統櫃的方式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櫃子 這邊還有一個櫃櫃 這邊可以放很多書 這應該是以前的小孩房 這邊的採光就不錯 我們去四樓 四樓是它的頂樓 好 好 這邊頂樓以前是神明廳 這邊可以做神明廳 那可以看得出來 屋主已經重新 重新 重新那個油漆了 那為什麼我剛剛沒有提到 那個避崖的部分 因為其實都看不出來 全部油漆之後 看不出來 包括它的廁所周圍 它之前有做防水嗎 有 有沒有避崖 沒有 都沒有避崖 沒有滲漏水 沒有 都沒有滲漏水 好 這是我們學長的案子 請他來幫我拍 然後 這邊是頂樓前面的 以前的露台 它現在整個都搭 海光灶起來了 那這邊有一個維修口 維修口上去 是一個水塔 這邊上去是一個水塔 這邊就可以洗衣服塞衣服 隔壁也是 隔壁也是在這邊做洗衣服塞衣服 這邊都可以 那如果說 你是做神明廳 前面不適合洗衣服塞衣服 它也有後露台 我們來後面看一下 這邊也可以洗衣服塞衣服 也很大 這邊也很大 這邊都有水龍頭 插頭也都有 洗衣服塞衣服也很方便 那前面可以做 做神明廳 然後在前面露台可以燒精子 這樣子 那基本上烏控我覺得 維持了七層星 還不錯 一層不染 我們去 整個彩光灶都有打起來 它彩光灶會不會滴水 不會 確定不會 下雨天 歡迎再來看看 好 有信心 好 我們下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全部都油漆了 不過學長是說油漆之前是沒有必來增落水的問題 品質保證 好 非常好 我們去地下室看一下它的車庫 好 這邊也是 之前也是都沒有必來增落水的問題 這邊旁邊就是衛浴了 總共有三套衛浴 一樓也有 但是這個 價格高達2380 2000多萬 但是現在新的更貴 如果是在大峰屋旁邊的 都有些還快要3000萬 好 你看一下它的 這個地下室的車庫 車庫可以停兩台車 其實我覺得可以停到三台 但是那個學長說不要過度訴求 好 但是真的可以啊 我覺得 這邊一台 看一下這邊前面的空間 可以再一台 然後其實 如果擠一點 這邊也可以再停下一台 如果擠一點的話 那兩台一定是沒問題 那這邊這個位置 旁邊也是可以停摩托車 這邊也是可以 看你要停摩托車 或是停第三台 那也可以 那這邊的車道 這邊的車道 就是一台車出入 但是很短 很短 大概10公尺而已 所以上去也可以看得到下來的車 直線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 它有座隔樓 它有座隔樓 這邊還有一個水塔 這邊還有一個水塔 這個水塔 還有頂樓的水塔 總共兩顆 兩顆水塔 我們來隔樓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隔樓的高度 這邊可以當倉庫 我可以站直 不會撞到頭 但是這個肚子就不行 我可以站直 可以站直 然後還有那邊 可以搬東西上來 還有座門 如果搬比較大的東西 這邊也可以搬上來 這個是室內的針劍 它的合法鑑瓶有70億瓶 那室內針劍加上這個 其實這個室內針劍還好 通常也沒有人會知道 那 這邊的車道介紹完 我們要出去看看 你等一下進得來嗎 你有帶鑰匙嗎 有 我去車道上面看一下 這個坡道不會抖 不會抖 它是 它的大門信箱 總共有13個信箱 13個信箱 所以有13戶 我們出來這邊就是大峰路二段 大峰路二段 然後這裡就是大峰路二段 跟亞坦路交叉入口 這邊有一個7 這邊有一個7 好 那就是 就是亞坦路 大峰路二段交叉入口 你自己Google一下 就知道位置在哪裡了 那我們來這邊 鑰匙 我幫你拿 我幫你開啊 是不是紙扣 要從地下室 好 我們從地下室回去 這個是 魚嗎 魚要龍門 是 魚釣了 好 我們接下來 還好我們不是車道沖喔 車道沖是這兩間 這兩間比較倒楣 我們是隔壁這一間 沒有車道沖 而且大面寬喔 將近五米的面寬 所以 二到三台車 急一點 三台 OK 它深度非常的深 好 我們去樓上 好 走這個 大理石的台階跟這個大理石地方 我就想起以前我家 我以前 我爸 的那間房子也是這樣子 後來被拍賣掉 好 好 好 那這間其實 2380 有人會覺得貴 但是如果你有去比較 你有做過功課 去看過其他的預售屋的案子 又小 又貴 新加坡式的也要兩千多 這是 五層樓 使用空間又很大 七十幾均 一般的透天大概四十五到五十幾這樣子 我們這個還多二十幾坪的使用空間出來 使用空間真的是很大 然後 就是在四區大馬路進來 一個中庭花園 當然有些人會不太喜歡這種中庭式的 他們喜歡領馬路的 可是領馬路的 會比較吵 我們這個很安靜 大馬路進來 算是很安靜的一個社區 又很單純 不用繳管理費 我覺得維護的也還不錯 屋況又很好 品質保證 真的嗎 品質保證 不要到時候買了之後 又有些有的沒的問題 又要修散什麼的 中古五 其實 客人半年內都可以 要修保護 都可以反應 就是長腎肉水 對啦 主要是腎肉水的部分 半年保固 對 半年保固 當然如果我們針對 真的有腎肉水 我們真的 真的有腎肉水 我們去把它維修之後 還可以再多提供 一般回修過後 都有一年的保固這樣子 甚至還有兩年 我也遇過兩年的 還有更久的 對 反正你們的權益 我們一定都會保障 那不怕你來 放大鏡檢視 這一間 屋鼠 品質保證 有信心 好 說到這邊 但是 價格就是2380 2380 希望你會喜歡 有喜歡 到我的標題 標題上面 都有秀我的電話號碼 直接打電話給我 直接打電話給我 親自為你們服務 我們 再忙 一定是再看優閒 不用擔心我太忙 我一定再看優閒 因為畢竟房子要賣得掉 我才有業績 然後 然後 如果 這一間 不喜歡 沒關係 我的頻道 有很多的物件 一千多件 歡迎搜尋我的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 看看有沒有其他你喜歡的物件 真的都全部都不喜歡 一千多件都不喜歡 還是要繼續訂閱下去 因為我每天都會上架型的物件 每天三到五件以上 那 如果 如果 服務不好的地方 請多多包涵 我們的物件數字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遍東部地區 最多的不動產 房地產 土地 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後悔 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全部的拍攝都是一鏡到底 一刀未剪 沒有剪輯 沒有廣角 沒有美化 你只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 滑平板 看NJ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了知道 這個是不是你要的房子 感謝你收看到現在 謝謝 拜拜 拜拜